一根青巧羽毛带起故事开端 改编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 由印度名戏阿米尔汗 主演的拉辛正传将登上大一幕 在印度各地超过100处外景地点取迹 主角拉辛角受伤 被认定有智能障碍 从小就受到旁人的异样眼光 和单亲妈妈相以为命 拥有正面的人生观 阿米尔汗在54岁生日 宣布拍摄拉辛正传 原定2020年上映 因为疫情中断拍摄 这也是近三个傻瓜后 阿米尔汗卡里纳卡普尔 罗纳心格再度红台也词 汉姆汉克在1994年演的阿甘正传 横扫当年奥斯卡六项大奖 让他成为影迹声名大造 如今翻拍成印度版 另一支故事相同 但剧情因为文化差异 做出挑战 阿米尔汗对作品超用心 加上他从来不避讳 在作品中提出 对印度社会的批判观点 被暂时印度的良心 这部拉辛正传 不仅花了他十年 交涉官方的授权 经过保莱坞改造 会如何诠释 引迷进戏院揭晓 约约新闻 小明正将 齐云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